好 習近平在去年底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了低空經濟 我們要請教朱老師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真的出現了 空中計程車 是真的可以載客嗎 確實就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知道電動車發展到現在 已經變成紅海了 競爭很激烈 那地上跑的已經沒有辦法再容納了 那當然往天上發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中國的民航 民用航空局發給這一家公司 全世界第一張可以大量生產的生產許可證 那就要說這一台不能叫飛機 他現在的這個字 大家觀眾一定要記得 叫EVOTO 他叫做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 也就是說他不用跑道 可以叫直升機起降 好 所以你看他現在這一台 已經可以合法生產 而且只要你有錢 而且不算貴 兩百三十九萬人民幣 如果以直升機來說 他比直升機還便宜 對喔 所以但是他比較小 他只能坐兩個人 那他大概只能跑三十分鐘 實際上他的距離其實只能跑三十公里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中國就這一家而已 中國現在包含的小鵬 包含的比亞迪 至於華為大家都往這個市場 都開始在生產 對 好 那中國自己技術不夠了 你可以看到 他們還開始 剛看國外人家也在發展類似的技術 我去買你的技術 把你公司買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家 叫做克萊恩月景 他本來是斯洛伐克的公司 而且他更早在2021年 人家就試飛成功 而且整整在天上飛三十五分鐘 中國把這家公司買下來了 表示我很有心要發展 對 好 那如果你還覺得不夠 來 馬斯克當然不會錯過 他旗下的SpaceX的 也投資了這一家公司 做了這一台飛天車 而且這台車真的是很酷炫 對 天洞飛行 對 你看起來它就像一個汽車 不像你前面怎麼看就不像汽車 對 它真的就像一台汽車的樣子